好,我們來看一下例題四 例題四叫代分數的加減 代分數的加減怎麼做呢? 它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把代分數化成假分數 把代分數化成假分數來算 第二個重點是這個負三分之二 在算的時候要把負號寫在分子 算的時候要把負號寫在分子 那寫答案的時候就是把負號寫在旁邊 這兩個重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題目 第一個題目先把代分數改成假分數 第一個叫十二分之十七 減掉六分之二六十二 十二加一十三 減掉三分之負擺在分子負二 記得要括號 然後呢把分母把它通分 十二六三的最小公倍數 就是十二 那你說老師我通通通把它乘起來也是可以 只不過比較麻煩而已 分母通通變成十二 十二分之十七 減掉十二分之六變成十二 乘了兩倍 分子也乘兩倍 好囉,再來 三變成十二乘四倍 分子也乘四倍 負二乘以四等於負八 所以呢這個算出來 分母都是十二寫一個十二 十七減二六 減掉負八 好囉,那你就開始算吧 十七減二十四減掉負八 減負八 減負八呢其實就是加八的意思 減掉負的就是加的 加上八 十七減二六加八 好囉,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這樣子想 我有17块 我要花掉26 17块花26 然后呢 这个爸爸妈妈又给我8块 17块要花26 其实不够 不够9块 不够9块呢 妈妈给我8块 那我还不够1块 还差1块 负1 或者是你这样想 你这样想 就是说我有17支加奖 我被记了26支警告 又记了8支加奖 17支加奖 记了26支警告 所以呢 变成是9支警告 9支警告又记了8支加奖 所以剩下一支警告 一支警告就是负1 所以最后这一题的答案叫做 负12分之1 因为写答案的时候 要把负号写旁边 带分数的加减 两个重点 第一个化成假分数 第二个在计算的时候 把负号摆在分子 就是两个重点 其他都跟原来的做法差不多 都 负12分之1